曾经很长时间用了一支17-40mm 基本上拍了所有很多东西 再加一支Marco 今天到达到腾龙的17-50mm 可以帮我们省下多少支镜子呢? 究竟腾龙的做镜头折落是什么呢? 欢迎来到交涉面场 Plastikphoto.hk 今天还跟大家试试这支 17mm至50mm 四光圈腾龙 不是最新的,出了几个月 还有因为连键的时候 有观众提醒我们 未试这支 对啊,原来我未试这支 真是不好意思 今天就和大家试试这支镜子 可以代替到多少东西 我们平时用的镜头 好,那Colin就带了一支镜头 好,那Colin就带了一支镜头 寄出去啊,这个A74再加上这支腾龙的17-50mm F4光圈去外面拍 那天呢,这个是华府邨啊,这个是不是? 是啊,很久历史了,走策的华府邨 趁机会先拍一下 是的,那天气就不是认真好啊 大家看到其实那个 我一见距离都挺稀 所以就按得远就不可以作准 那看到镜头中间的位置呢 我就会看到呢,那个色彩就很润了 但是你说是不是我们平时看到那些 Sigma那些level 全部粒粒子皮吃戒手呢 这支镜头又好像不是这个取态 我觉得Sigma很聪明的 那么难做的,他们不做的 只是做一些硬的SARP的 Food Range他们都不会做的 所以Sigma很聪明的 只是做一些定焦镜很硬的 如果那支镜头又大,又够SUM Range 那当然贵啦,还有重啦 那现在轻便的 有得选的在市场上 是啊,还有我们现在呢 我们以前就会很推崇RAW这一样东西 但是视而细逆呢 其实我们都挺多时间 会拿JPEG来看照 其实是有它的原因的 原因就是在于 比如说一些第三个派对的镜子 就是Sony这间禁门中国推的公司 它对它的亲生子一定特别好 但是如果对它的半亲生子 在腾肯里面有没有一个特别的优势 其实我就想知道 原因是呢 比如说我们通常去到镜头 中间的位置Sharp呢 就肯定是反映到一支镜的能力很高了 但是比如尤其是这些 wide zoom的镜头 重要的价钱是5000元左右的 那究竟Sony官方会不会照顾它呢 那我就立刻拉到镜头 比较旁边的位置 去看看那些冷气机的槽位 就发觉 嗯,它给不够钱Sony 而它没有做一些 很强烈的优化 因为其实有很多时候 尤其是那些wide zoom 会很瘋地 无论中间到旁边都戒了手 这些是我们平时G Master 或者G镜 新的G镜都会这样做 但是呢 现在这个swim range Colin就拿着 它去到最telly50的了 照理应呢 Telly N呢 虽然就说是会计数有些下降 但是比我想象中呢 就它没有留守的 就是那些边位呢 真的好像相对来说 就不算是非常之short 即使 腾龙说到说它 四个圈wide open都很short 那再印证多一点点了 那进去吧 那又30分1秒 那又有少许Motion Bird 所以看到那些人就不是很实际的 那但是去到那些 真是那么多细节的位置呢 就是那个swim range 是不是说真的非常之那么好呢 就是我觉得 嗯 有些有待商榷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用虚色码 SAR到介手呢 是一个不同的分野 腾龙就zoom range 阔一点 没那么SAR 但是我相信呢 它如果做到SAR的话是可以的 但是当然了 价钱又贵一点 支镜又大支点又重一点 那相对的轻便程度呢 我接受这件事的和援 是的 都人头涌涌啊 因为这一家文具店 是不是应该都快要结业了 好啊 最后一天了 20号 所以就认一下照片了 是的 刚才所说到 那这里是四肝圈 那当然景深是会有一个原因 但是你挖的稿照计 全部都是在照距离了 那其实去到哪个位置呢 其实那些sharpness呢 那不要想象到真的一直 从头到尾都是戒手 那你一知呢 那个取态就应该不是了 因为刚才就50mm了 现在这里就是拉到最弱 17mm了 那对焦情况之下 那其实就 去到哪个位置的话呢 都是比我们想象中有点松散的 那既然它是一支定位 不是说是极致的 而是一个特别range的镜头呢 那我们就要理解它的特性了 那真的去到那些闻想的阶段了 就是说出到街了 14mm那样了 那现在去到最中间中軸的话呢 顶和底的sharpness都是挺好的 但是呢 一去到哪个位置 我们expect这些这样的栏杆啊 那些位置 是不是全部一支支戒了手呢 那大家都亲眼见到呢 它并不是一支这样取态的镜头来的 有些人说呢 喂 这么阔的range 我们拍片好哦 那不就很方便 不用换镜呢 那也是的 那你拍片要求没有那么高 那这支是绝对达标的 追赵视频 其他功能呢 完全做到Sony一样的功能的 那就是说就算它 就是原装内置的tracking 那电单车迎面向着你走的时候 其实那个拍片的情况 都追赵情况都OK的 其实普遍里面来说 反而这支镜 对于我的impression里面来说 最大呢 是它的颜色是比我想象中浓郁很多的 少有这种东西 又真的不觉得那么实截那么坏 那些还原是挺好的 其实变相 比如好像这个20mm wide也好呢 你不说我不是那么觉得 我觉得它像24mm 因为通常那些镜头 你够挖的时候呢 镜头旁边的那个变形 就是向后拉的那个Effect 是很强的 但是我又看到它的放射线的距离 就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厉害 那当然啦 就是大家看到这支17mm 这样的全部的线呢 其实都是直的 那但是那个变形方面呢 它又 我想只是光学里面 你本身都已经处理了 因为很明显它现在 就算这个软件认到这支镜头也好 其实我是没有做到任何JPEG上面的修整的 那都全靠是那个机身 和那支镜头之间的配合 那所以在腾龙方面呢 我发觉它应该在光学上面 就做一些功夫 就即使变相没有做到什么优化也好 变形上呢 那个问题是用光学解决了 但是只不过是 就是那个Sharpness上呢 那以这支镜头的价钱里面来说呢 镜头中间它给足料来的 但是一去到边位 多一点点的话 就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好介绍好介绍的情况 总结一下 这支镜头拍视频 Zoom range非常阔 足够4K使用的画质 AF完全可靠 拍摄照片的时候 如果要放大相 只需要收到5.6光圈 就有明显的质素提升 甚至乎边角位的解像度 都明显提升很多 但是这么特别的Zoom range 在那个功能上应该很好 就算它突如其来 有些很快的位置想对焦 或者突然想对一些近一点的地方 对焦也认真不错 如果没有了 我们46年的家玩文具玩具店 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很多解放到远都以来 我们回到合照打卡 跟卢伯林聊聊天 合照当然了 还有名爱的朋友 就是帮忙给家庭的合照 跟太子合照当然了 最认得的就是 招牌的笑容 唯一不认得的就是 其他街坊同学 可能见过面的 但是有跟共同的时光 一起经历过的 但是这么多年就不认得了 九折至三折 清货 我们买完他的文具玩具 很多街坊都是 带小朋友回来 买文具玩具 还有合照 暂时就空空如也了